入出席节,阿拿巴拿是指呼吸的进来,出去。 这一段经文的Gatanja是禅修者要如何练习呢? Ga ye ga ya nupasi viharadi,如何就身体观察身体呢? 这是说,要练习的话,需要一个可以独处,没有人干扰的地方,必须单独的禅修。 Ara nya gato va,退居林中,没有闲闸人等,Rukka mu ra gato va,或到树下,Sunya gara gato va,或到隐蔽无人之处。 就像你们禅修的官房,每一个人都在那里静坐,没有其他的人干扰,这三者任选一种,应该找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没有其他的人干扰。 到了这样的地方,你C daddy,坐下来,一定要坐下来修行。 怎么做呢?盘腿而坐,但不一定要双盘或单盘。 当然,双盘或单盘更能保持警觉,但是并不一定非得这样。 任何姿势,任何盘腿的姿势都可以。 只要能坐着长时间,觉得舒服就可以了。 背部要挺直,上半身要挺直。 你必须在这个部位附近保持觉知。 在哪里呢? Balimukkan,嘴巴的附近。 在这个区域保持觉知。 Sati, Balimukkan。 必须在嘴巴的上方,鼻子的入口这个部分,去观察呼吸。 这是适合观察呼吸的部位。 接着,开始练习。 保持觉知。 觉知入息,觉知出息。 吸入一个长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个长的气息。 他在经验的层面上了解到这是一个长的气息。 我吸入了一个长的气息。 同样的。 Di-kang-wa-pa-sas-san-du。 当长的气息呼出去时,他知道长的气息呼出去了。 然后,吸入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 呼出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 Di-kang表示长的。 Ras-san表示短的。 吸入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 呼出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 不管气息是长,是短。 他的任务只是观察,保持觉知。 不是在玩呼吸的游戏,不是在控制这个呼吸。 刚开始练习时,呼吸会比较长。 但继续不断地练习,心会平静下来,比较不浮动。 自然的气息就会越来越短。 对这个技巧而言,每一段的每一个字句,就像里程中的每一站,大站或小站一样。 当你达到某一个阶段,你的经验会像这样。 而继续到了下一个阶段,你的经验又会像那样。 你刚开始的时候是长呼吸,深呼吸,然后是短的,轻柔的呼吸。 不管是长或短,你都只是看着它。 然后会怎么样呢? 进一步往下看。 前面的句子当中,用巴加纳迪这个字。 巴加纳迪是正确的了解。 正确的了解气息的吸入或呼出。 现在不用巴加纳迪而用, Sikati这个字。 表示靠经验来学习。 学习什么呢? 以你自己的经验,你会发现到,在观察呼吸一两天之后,你开始在这个部位附近,感觉到某些感受。 由于观察感受和呼吸,你达到一个阶段,可以开始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Sapagaya,全身到处都有感受。 开始时,大部分的学生感觉到的是粗重、坚韧、强烈的感受。 但是,如果耐心地坚持着练习下去,坚韧的感受就会慢慢地消融了。 消融之后,全身都是微细振动的顺畅流动感,free flow。 这阶段称之为manga,消融。 所有坚韧的感受都消融了。 这是必须靠经验学会的。 持续不断地练习,练习,达到这个阶段。 你由如实地观察自然呼吸的进出开始,一直到全身消融的阶段。 这种修法是要你对经验到的一切都保持平等心。 保持觉知和平等心,才会有助于消融而达到这个阶段。 吸入,呼出,都能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sabhagaya bhattisamvedi 唯有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的人,才能正确地了解佛陀所说的话。 也唯有这样,你才能感觉到全身的感受,才不会有困惑发生。 我们发现,的确有某些令人困惑的地方。 有其他的传承,他们说,sabhagaya是整个呼吸的过程,包括呼吸的开端,呼吸的中间,呼吸的结尾。 不,应该是感觉到全身的感受,因为这是观身念著,gaya nupassana。 呼吸时,你应该要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谈到呼吸,当气息吸入时,氧气进来,经过了肺而进入血管,流遍了全身,到达脚趾也往上到达了头顶。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当血液带着氧气流动时,随着血液流动会产生感受。 即使你要把它说成是整个呼吸的过程也可以,但还是必须去感觉呼吸时全身所产生的感受。 一个好的禅修者会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而开始以自己的经验去感觉到从头到脚全身的感受。 接下来,感觉到全身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感受。 吸入呼出,都能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唯有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的人,才能正确地了解佛陀所说的话。 也唯有这样,你才能感觉到全身的感受,才不会有困惑发生。 我们发现,的确有某些令人困惑的地方。 有其他的传承,他们说,sabhagaya是整个呼吸的过程,包括呼吸的开端,呼吸的中间,呼吸的结尾。 不,应该是感觉到全身的感受,因为这是观身念著,gaya nupassana。 呼吸时,你应该要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谈到呼吸,当气息吸入时,氧气进来,经过了肺而进入血管,流遍了全身,到达脚趾也往上到达了头顶。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当血液带着氧气流动时,随着血液流动会产生感受。 即使你要把它说成是整个呼吸的过程也可以,但还是必须去感觉呼吸时全身所产生的感受。 一个好的禅修者会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而开始以自己的经验去感觉到从头到脚全身的感受。 接下来,bassambhaya是清安的意思。 有某些阶段,比方说banga的阶段,到达这个阶段时,就会有一种微细振动的流动,非常愉快顺窗的流动感。 这种流动感会令人感到愉快,而开始贪求、执着。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详细解释时要说到,每当你在身体内或身体上开始经验到非常愉快的感受时,那对你是非常危险的。 巴黎文,adhinava,就是非常危险的意思。 因为,要去除不愉快的感受所产生的嗔恨,可能还比较容易。 而相形之下,要去除对愉快感受所产生的贪爱执着,则非常的困难。 特别是达到banga这个阶段,身上会有微细振动顺畅流动感。 这时候,因为喜欢这种愉快的感受,心会倾向去执着它。 在这之前,你可能一直和不愉快的感受奋斗,接着,可能在突然之间,非常微细振动顺畅的流动感来了,我们就开始贪求执取它。 这很危险,因为这种贪爱会促成嗔恨的升起。 对这种愉悦的感受越贪求,也一定会对痛苦的感受越嗔恨。 这样的话,就不是在修内观了。 内观是要你远离贪嗔。 因此,这个时候,你所面临的是一种非常危险及恐怖的情况。 所以,学生要很小心,当愉快的感受升起时,应该持续地了解,这也是无常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只是微细的波动罢了。 非常微细的波动,升起灭去,像泡沫般,快速地升起灭去。 这就是我们以智慧,持续不断地去观察感受的正确方式。 以这种方式不断地根除不禁的烦恼,我们才能达到内心十分平静、宁静的阶段。 佛陀再一次用到Sikati,这个字,靠经验学习,靠修行来达到平静的阶段。 开始练习禅坐时,身体会动。 你练习不去移动身体,你以坚强的决心,缠坐一个小时不改变姿势。 这种坚强的决心在开始时要很勉强,但稍后就变得很自然了。 你能够坐一个小时而不改变姿势,因为所有的部位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身体也不用动。 身体不动时,你可以发现到呼吸是唯一的活动,这就是Gaya Sanggara,身体的一种活动。 而呼吸会变得越来越短,当心越来越平静、越宁静时,气息也就越来越微细。 现在你正在训练自己的心保持平静、宁静。 这个时候,身体和气息也会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宁静了。 因为气息很短,当它离开皮肱之后,好像做个U型的回转,它一出去又进来,才一出去又进来了。 有时候觉得呼吸好像停止,没有呼吸了,它变得非常的短,非常的微细。 这个时候称为 当心越来越平静、越宁静时,气息也就越来越微细。 现在你正在训练自己的心保持平静、宁静。 这个时候,身体和气息也会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宁静了。 因为气息很短,当它离开皮肱之后,好像做个U型的回转,它一出去又进来,才一出去又进来了。 有时候觉得呼吸好像停止,没有呼吸了,它变得非常的短,非常的微细。 这个时候,身体非常的清安,心的宁静在身体上呈现出清安的状态。 到了这里,又有直取的危险了。 对这种清安产生直取而认为 哦,我已经到达最后的阶段了。 你看,多么的安详,多么平静,多么清安啊。 但这只是一个中途战。 我们还得向前走,再向前进一步的正确的练习。 佛陀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来练习。 有一种车床可以把木条锯成床脚的形状。 这些床脚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 用这种车床的木匠,他清楚地知道 什么时候要用长旋转,什么时候要用短旋转。 用长旋转时,他清楚知道是长旋转。 用短旋转时,他也清楚知道是短旋转。 佛陀就是说了这个例子。 车床功一样,是长旋转还是短旋转,他都清楚知道。 同样的,禅修者清楚知道它吸入或是呼出长的气息,他也清楚知道吸入或呼出短的气息。 在这里,车床木工的例子很贴切。 他在转动车床车木时,清楚地知道切刀与木头接触的那一点。 同样的道理,气息接触皮肤的地方也很重要。 不需要随气息伸入体内到达肺部,也不需要随气息出去到外面的空气中,只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气息进出的小小的区域上。 就在这个区域,你必须觉察到整个呼吸在这个气息进出的情况。 从这里开始,你必须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这里,不论是吸入、呼出、长息、短息,你都觉知这个区域。 继续继续继续续继续续续续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当气息进来时,你可以从这个区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当气息出去时,你可以从这个区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而接着,佛陀又重复了一遍。 你会经历身心变得非常平静,非常清安的各种阶段。 你仍旧保持自然的呼吸,并且仍然保持觉知。 现在,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是在自己的内部,内在的意思 靠着呼吸,你能够感觉到全身 并且感觉到整个身体内部 在身体的表面上,可以感觉到全身 就如同由身体内部感受全身一样 由初入席开始,阿纳巴纳开始 现在,你已经可以感觉到全身的内部和外部 有时候感觉内部,有时候感觉外部 继续不断地练习,你就可以达到 同时感觉到全身内外的阶段 这是不断地在经文的每一个章节当中 会出现的句子,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内观真正实修的部分 我们应该谨慎而正确地去了解 Gayasmin是在身体当中 Samudaya Dhamma是不断生起的实相 整个意思是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生起的实相 过着观察不断生起的实相这样的生活 观察不断灭去的实相 也过着观察不断灭去的实相这样的生活 在身体的范围内观察不断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的实相 是同时生起灭去 这样生起也这样灭去 同时的生起灭去 中间没有间隔 内观禅修者对这种现象非常的清楚 坚韧强烈促重的感受生起时 你感觉到这种感受 感觉到身体 因为有感受才是感觉到身体 促重的感受生起后 似乎是停留了一阵子 随后才灭去 生起和灭去是分开的 中间有一小段的间隔 禅修者是分开的看到了生起和灭去的 但是达到了消融的阶段时 非常微细地震动 快速地生起灭去 在进化的道路上 第一个重要的阶段是 生起和灭去是分开的 但是当我们开始了解 色身不断地生灭生灭 无偿的本质时 然后逐渐地 我们就能达到消融的阶段 全部消融了 快速地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更一进步地不断地练习 我们保持不起贪嗔去观察 不尽烦恼就会不断地根除 这就是不尽烦恼浮现到表面 而去除的过程 然后到达这个阶段 哦,这是身体 起初我们对身体是什么 并没有正确地了解 在知识的层面上不断地说 这是身体,不是我 身体不是我的 不是我自己 因为对佛陀的话 身具信心 出于全然的信仰 而不断地这么说 现在,透过亲身的体验 了解到 身体仅仅是 像一对不断地在生灭的泡沫 不断地生起灭去的微细波动 这样的一种现象而已 哦,这就是身体 不是我的身体 也不是别人的身体或其他等等 身体只是一对次原子粒子 不断地生起灭去的格拉巴 微成粒子而已 我,我的,这些概念自动会消失 这是身体的实相 身体就只是身体 禅修者的觉知 是建立在每一个当下的实相 也就是说 每一叉挪都能觉知到 这只是身体而已 这只是一堆次原子粒子 没有所谓的好或坏 也没有所谓的美丑 黑白等等 只是一堆不断地生起灭去的粒子 为什么要对它起贪起撑呢 这是自然的现象 这是实相 这时候 在每一个当下 已经建立起对实相的觉知 这是对于去除我 我的执着 一个非常高的阶段 你开始观察 不断地生起灭去的无常现象 这个时候 你了解到 这就是为什么 当愉快的感受生起时 人们会对它产生直取的危险 事实上 每一个愉快的感受 都会变成不愉快的感受 它是无常的 所以不要去执着它 每一个愉快的感受 会转变成不愉快的感受 这也就是苦 你由自己的经验 体验到这些 然后 最后的阶段是 达到无我 anatta 没有我 没有我的 只是身体 只是一堆不断生灭的次原子粒子 没有所谓 我 我的 我自己 只是一堆不断生灭的微尘粒子罢了 而达到了这么高的阶段之后 会怎么样呢 继续不断地前进前进到 只有智慧 没有别的 没有什么智者在拥有智慧 只有智慧而已 没有什么智者在体验智慧 只有智慧而已 当下就只有了知 只有觉照 而觉知 也就是对身体感受的观察 就只是观察而已 就只是观察而已 印度的某些传承 称这种境界叫着 只有观察 只有了知 没有别的 佛陀时代有个故事 有一位年老的隐士 住在靠近孟买附近 这位年纪很大的老先生 修习八种 Jana 八种次第定 很深的禅定 人们都认为他已经完全觉悟 是一位真正的阿罗汉 但有些爱护他的人告诉他 他并不是阿罗汉 因为只达到第八次第定 并不能成为阿罗汉 必须再修其他的方法 因此他问道 如何才能学到这个方法呢 谁会教呢 他因而得知 佛陀当时在世 佛陀是因为修那种方法而成佛的 当时佛陀在社会国 他心里想 或许他去见佛陀 可以学到那种方法 他很兴奋 直接由今天的孟买 走到印度北方的社会国 当他抵到佛陀的金色时 佛陀正好外出脱波 于是他就到外面去找佛陀 发现佛陀正在街上走着 他立刻认出 这个人正是佛陀 他要求佛陀教他成就阿罗汉的方法 佛陀说 现在这个时间并不适合 请他一个小时后再到金色来 但这位老先生说 不行 请现在就教我 我怎么知道一小时内我不会死呢 或者可能你会死 或者我会失去对你的信心 现在三种条件都具备了 请现在就教我吧 佛陀看看他 知道他的确快死了 必须现在就教他这个方法 否则他会错失的机会 所以就在路边 他就把方法传授给这位老先生 由于这位老先生已经修得很好 只要再教一点就够了 于是佛陀告诉他 看的时候就只是看 听的时候就只是听 修的时候就只是修 长的时候就只是长 处的时候就只是处 同样的道理 了知的时候就只有了知 如此而已 他达到了只有了知的境界 知道什么或谁知道都不重要 这个时候只有了知 只有绝招 如此而已 到了这个阶段 这位老先生超越了身心的范围 沉浸于法中 而体验到了涅槃 涅槃时不再只取任何的东西 在身心范围内 总是有物质或心理的对象 可以直取 但在涅槃时就完全超越了身心的范围 无有立足之处 也就是说 无所可知直取 无世界 无宇宙 无身心范围 你已超越了身心 像这样没有什么可以直取的 超越了执着 这种状况可能出现一下子 几分钟或几小时 是个人的能力 及用功的程度而定 然后又回到这个感官的时间 有时有人会问 如果体验了涅槃 六根不起作用 怎么可能活着呢 体悟到涅槃的佛陀 要怎么样活着呢 佛陀或任何一位禅修者 进入涅槃时 就所有实际的感官作用而言 他就像一个死人 但内心却是十分的警觉 清楚而醒悟 完全的清清楚楚 这个时候六根是不起作用的 从涅槃的境界回来之后 必定又回到这个世界 这个感官的世界 六根又都恢复了作用了 但是在达到阿罗汉的最高境界 也就是达到阿罗汉的涅槃时 这个人可以再回到原来的感官世界 但是他却不再执着任何的东西 没有什么可以执取的 这个人已经完全地解脱了 因为他去除了所有的贪爱 不再有任何的执着 执取 所有的贪爱都根除了 这就是佛陀在这里 所描述的这个境界 在整个世界当中 没有什么可执取的 也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的 这就是一个好的禅修者 所要修的 就身体观察身体 这短短的一句话 就把整个道路给说清楚了 实修的人会了解 在这里每一个字的真正的意义 不实修的人 他们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了解 那是没有用的 只是在知识上了解是没有用的 当然 我们必须自信上了解一些东西 但真正了解还是必须来自经验 没有经验是不行的 我真的就要探索了解 这个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